Firmly 在看firmly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它的形容词firm 那firm这个字呢 它的母音呢 在ir 我们念成er的音整个字 我们就念成firm 那firm呢 当作形容词 它的中文我们翻成牢固的 好 我们来看例句 the red hold is not firm enough be careful when you step on it the red hold 指的就是支撑点 我们英文念成red hold 它说呢 这个支撑点 is not firm enough 不够的稳固 not enough 指的就是不够的意思 它不够的稳固 所以呢 be careful 这是一个起始句 你要小心 什么时候要小心呢 when you step on it 这step on 表示呢 踩上去的意思 踩上什么东西 英文念成step on 所以当你踩上 踩上它的时候 要特别的小心 好 那firm这个字呢 除了可以当作牢固的 它也可以当作结实的 坚硬的 好 我们来看例句 those mangoes are still firm to the touch they can't be eaten yet 好 这个说当结实的 我们看一下 those mangoes mangoes 指的就是芒果 are still firm 仍然是很硬的 好 对什么而言呢 摸起来还是很硬 to the touch 这个时候的touch 在这边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触觉的意思 摸起来 to the touch 好 摸起来还是很硬 they can't be eaten yet 好 这个they 指的就是前面的芒果 芒果仍然不能够被吃 yet 就是上胃 上不可以的意思 所以他们还不能吃 they can't be eaten yet 好 那firm这个字呢 我们在后面加上ly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所谓的副词 英文念成firmly 它的意思念成牢固地 我们看例句 Claire decided to saw the button firmly on the shirt so she didn't have to worry that it will come off the shirt again Claire 是一个女孩子 decided to do something decided to do something 中文 我们把它翻成决定要去做什么什么事情 好 那这边呢 saw 指的就是缝的意思 saw 这个字跟我们的 see 看 这个字的过去是呢 发音一样 它的意思中文翻成缝 它决定呢把这个button button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扭扣 把这个扭扣怎么样呢 牢牢地缝在什么地方上面 on the shirt 缝在衬衫上 如此一来 she didn't have to worry 她就不需要去担心这件事了 好 这件事情是哪件事呢 由 that 所引导的一个名词指句 当作 worry 这个动词的授词 好 他不就不需要去担心 it would come off 好了 各位就片语蛮常用到的片语 叫做 come off come off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掉落 从什么什么地方掉落 come off 后面接那个地方 所以这边呢 come off the shirt 就是从衬衫掉落 再一次 那表示他之前呢 已经掉过一次了 好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 firmly 副词 牢固地 firm 形容词 牢固地 firm 形容词 牢固地